我是安德森 最近收到Ironman的信 来提醒快要比赛咯 介绍一下路程 想说平常训练的距离和强度都有增加了 跑山也逐渐适应了一点 这次应该比较有机会吧 可是 注意到骑车除了90公里的总距离以外 这次爬坡的总高度有700公尺 往返看起来有两次连续一或两mile打上坡 和几个上上下下的坡度 而且呢 一些参赛者说 回程的时候会有一段逆风哦 当然我相信这种坡度啊 对经常爬工充剑独立的朋友们来说 应该真的只是小尷尬而已啊 可是 对我这种平常只能齐齐平步的弱机 根本就是末日啊 我这种训练 可能真是太不幸了 完了 这次 该不会又要 怎么办 是不是真的太challenge了一点 然后呢 我们家的胎座冷静的走过来告诉我们 用爬的也要完赛这次 对不对啊 看来真的是没有退路了 好吧 疯狂练习家里附近的山路 一周四次 去健身的时候 也要过个时间 重彩飞轮 加强腿力 不夸张 整个腿都背起来了 而且真的是传爆了 好像整个心脏都要吐出来了一样 非常面目猙獰啦 可是 真的一定要苦练 不然到时候定竿 或是坐在路边休息 就真的很糗啦 希望 爬山厉害的大大们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训练的方法 不是课表 让我可以抢救一下 不多说了 要去练了 这次不能输 我也不想输 Let's do it